今天 先来有空 出发连江钓鱼 这里是连江的村民 放大寿 这边连江村民放大寿 从村口 最防滑的街道开始 然后就 白有这个气球的 门拱 这边就是海了 也白有骨猛 出发钓鱼之前 早饭要先吃一下 所以就在这个路口边 早餐店 吃连江锅边 这是连江粉缸 回来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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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老板娘自己炸的哈嚕 上了你就看了 先放水 再放霞油 再放花河 再放 再放 蝦米 再放香菇 再放海綠 再放海綠 再放一層油 然後等水開 再把 那邊的 米糊拿過來 再放開 牙狗牙狗咬的 这里还要先劈一刀啊 这个铲子是工地劈灰的铲子 这个铲子 现在是买不到真正的铲子 只能用那种塑料了 纯正的锅边出锅了 没有调料 他就帮我加一点 没有调力 没有海力 他都给你画出来的 但是他那个不是吧 什么不是 他是干的嘛 他是干的 他最早的以后小姜的 还有这段这个黄来什么铲子呢 但是这是不太多呢 这个黄来什么铲子 都有一些 我看不见了 我看了 我看了 我看不见了 我看了 都有一些 这些黄来 你把鸡肉放在一起 放一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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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就是沙拉都看不大 不大也不少人 不大也不少人 不少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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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錯 歡迎介紹的就是海鴨蕩 人間的海鴨蕩 我覺得很難 24萬 別的地方吃早餐都是供應金辣 人間本地供應一家大 沒有雞蛋 它這個蛋白有點太透明了 不是純白的 哦 它蛋白也沒那麼白 蛋黃也沒那麼黃 看到沒有 沒有腥味 這是非常醋的那個皮啊 這個蛋白 非常Q糖 每次過來吃我都有 吃它這邊的海鴨蕩 這裡過邊吃完了 去買兩個饅頭 走 氣球柱上都是吉祥車 饅頭就在這裡 它這個山村的饅頭店也招牌都沒有 就這家 轉這家 裡面賣包子 視頻正中間 中午三個輪就三個包子啊 釣魚很辛苦啊 現在我們離開碼頭 做的是這種木床 今天的天氣非常好啊 沒風也沒浪 海水還很清 就是不知道最終有沒有漁獲就是了 這個床不大 很小 最多也能做個 1200人 好 太多了 好 好 太多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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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位大哥是北京人在我们福建连江钓小红帮 他讲普通话自证枪圆 不像我们讲普通话 一听就是闽南枪 所以我听听到这北方人 老板说这个是北京的 他找的是连江的老婆 你让那个老哥让那个兄弟让他去那边钓 那个地儿没鱼 这边没鱼呢 那前面没鱼 旁边那个 就是因为什么这个鱼啊 他只是顺着这个石头缝单 前面那边平缓的没鱼 而要去那个地块 那个水地比较复杂的地方 水还没有上来 这个地儿的水啊 因为他这个地方全都是那种 这种石头 你不能够在那个正前方 正前方钓不到太难了 正前方他是这种平滑的 对你必须斜着钓 走两边 我今天下午我儿子在那边钓了三条 哦 他这个是专门钓小红帮的钩 前面有个黄 看见没有竹缸 然后他绳子在这边手一直动 给他一直动 来勾引下面的小红帮来吃他的鵝 他必须用竹缸 不是也不是必须的 这边人当时就只有竹缸 哎没错 然后他们顺手了 就做这个成本比较低嘛 对对对 然后他的线你看都非常粗啊 你看我们那个线我去 要钓鱼的话 这个线最少12号 但不过他们下面纸线就很细的 大概就 一两号两三号这样子 三号 只限三号吧 然后牵吹也很重 一下子就呃一下子就沉底了 他们这个讲究这个钓这个鱼的话 三百千对找底找完底以后呢 那勾引他 抬高五厘米 哦 这个时候他一吞 正好有这么一个五厘米的距离 再一顺手一提 而且这都没扶标啊 没扶标 他靠靠着手感应啊 他一吃口他拖他绳子啊 不知道上鱼的 手绳子 他马上手就感应到而且很灵敏 非常灵敏 只要稍微一点点的动静 他就能感觉到 这边完了 这边应该没鱼了 就这两条 他就整个这条 每一个区域就 这地盘是他的可能 半斤